八岁那年,男人的话语让他记忆至今 无论去到哪里,你要记得你是四川的 成长路上,亲朋的嘲讽让他无人怜悯 人家都是亲生父母,你是从哪里来的 为了寻找,他辗转反侧 前面所有东西全部要推翻 中日的努力只为寻回那颗漂泊已久的身心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绅士谜团》上,无处安放的心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和明天的夜线节目,我们将为大家讲一个非常特别的寻亲故事 话说在广东生活着一个叫蒋陈浩的小伙子 他的日子过得挺不错 但是他的脑子里总有一些恍恍惚惚的零碎记忆 好像关于遥远的故乡 好像还有人贩子 好像他还和人贩子一起生活过 好像人贩子还对他特别好 这些恍惚的记忆让他心里特别乱 我们一起来看 每天清晨都是蒋陈浩最忙碌的时段 今年32岁的他,是镇上有名的食品代理商 提起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这几年,蒋陈浩不仅生意做得风盛水起 家庭经营的也十分幸福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表面看起来平静的男人 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然后我亲生父母也不知道是谁 这些年蒋陈浩总会回想起当年发生的一幕幕 遗憾的是因为年代的久远和记忆的缺失 存留在他脑海里的大多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有河,有个木桥,还有大树 还有就是那边有电影院,有菜市场 还有挺多卖小吃的,就这些 在所有的片段中 唯一能够让蒋陈浩清晰回忆起来的 就是他八岁那年的某个晚上 一个男人临行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他告诉我,无论去到哪里 你要记得你是四川的 然后我再送了一些地址比较长 也叫我背了有四五次的样子 然后你就记住了 我只记住了四川两个字 其他的都漏掉了 那一晚过后 蒋陈浩被这个男人带上了开往广东的火车 在抵达广东后 男人便把蒋陈浩交到了一个姓黄的中间人手里 几天后,蒋陈浩被带往另一户人家 从此他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家庭 已经懂事的蒋陈浩知道 这里没有自己的亲人 被拐了之后,然后又得送来送去 感觉到自己好像没人要 反正就觉得自己 是不是有父母生的 还是从石头里蹦出来 就是这种味道 如今二十四年过去了 蒋陈浩忘记了当年那串详细的地址 当他为人父后 他急切地想知道 在过去的岁月中 故乡的亲人都去了哪里 自己为何没有他们的记忆 他想找回那段遗失的历史 找回曾经的自己 可能小时候没有这个能力去找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的话 你不得不去想 你不想他还是要想 自己也是为人父母 也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 到底是谁 2014年8月20日 带着对自己真实的渴望与好奇 蒋陈浩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 登记了自己的寻亲信息 很快他就受到了深圳志愿者 若林郎的关注 开始我看到若林郎一个又一个的找到 也用不了 有些用了几天 有些几个小时就找到 我就想会回我 也是几天或者几个月就找到了 我也安慰他 我说你不要急 寻亲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就是任何事情不能一出而就 在浏览寻亲信息时 若林郎注意到了蒋陈浩手绘的一张地图 上面描述了一些关于他家乡的记忆 这是那个寻亲人他自己手绘的一张地图 你看在这个地图上他标有一个电影院 然后有一个旁边有公路 然后那只木桥架在河上面 然后在这个桥的桥头这个地方 有一棵大树千年古树上面挂满 那个红尘是在一个位置 这座桥的照片也是寻亲人他提供给我的 他说那座桥是木头做的 像狼桥类似那种狼桥 然后桥下面有五个水域墩之类的 最初一开始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 为什么 因为他提到了几个地名 比如说那个地理信息 江河 还有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还有他能知道是四川省这个范围 我当时最乐观的估计是说很快可以帮他找到亲人 随着寻亲的不断深入 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其中 在大家的互动中 江河补充了一些之前没有回忆起来的信息 慢慢的洛林朗感觉到 有关于江河走势之前的记忆 开始变得复杂 他记忆有一奶奶 还有一个姐姐 而且还记得当时家的附近有像类似于鱼塘那样的 然后没多久他又提到了说 当时又跟着陌生人去坐船 一直把他带走了 在那里生活了两年 他记得那个地名叫梁凤澳 杨家春 还有龙洞井 此外江河补还告诉弱林朗 他八岁之前在四川的那段生活 始终是在人贩子家的 并且他清楚的记得 当年自己和人贩子一家人的名字 这一点也让弱林朗颇甘意外 人贩子家他印象中有两个家 一个就是在农村里面 还有个家在那个城里面 就在那个桥的桥头的附近 他有所有的这段记忆 就是在人贩子家里待着 最后把他给带走了 在分析完蒋成浩的所有信息后 志愿者们决定 先把蒋成浩丢失的位置确定下来 在按照他提供的人名进行查找 我就看他那个线路的话 我就觉得很像宜宾那一块 因为宜宾的水系 是我们这边最多的 然后又有铁路 他有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座桥 桥下面是火车 桥上面是公路 宜宾确实有这样的一座桥 很快在宝贝回家的论坛里 一个在宜宾附近丢失的孩子 引起了志愿者们的关注 发现有一个叫蔡志伟的小朋友 丢失的时间 季节也一样 然后也是家的环境 还有家庭成员 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吻合 我们甚至把那个蔡志伟父母的照片 与寻亲的照片去比对的时候 那志愿者都说 肯定是他 没错 这一刻 洛丽娜和很多志愿者一样 感觉成功就在眼前 随后 向陈浩和蔡志伟的父母 分别采了巨鸭 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然而就在等待的同时 志愿者们发现 在之前的回忆中 江陈浩寄着家乡的不远处 有一座廊桥 而在这次的寻找中 你又没有发现这座桥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桥 或者说这座桥的意义 你怎么不找到什么河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觉得能找到这座桥 也许就能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因为他对这座桥的印象特别深 是木的狼桥 上面能坐着钓鱼 上面能摆摊 然后狼桥那边 有一棵千年大树 上面挂满了红绳 我们感觉应该是有地方特色的桥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那座桥 那座狼桥在哪里 此外 还让若林郎感到不解的事 目前他们只找到了江陈浩寄死的家 那么他记忆中的最后几年 为何生活在人犯子家呢 八岁那年 又是谁把他带到养家的呢 眼看寻找就要有了结果 但摆在眼前的诸多谜团 还是没能解开 此时 支援者们急切地想通过最终的DNA结果 来敲开这扇神秘的大门 然而 就在结果公布的一刹那 所有人的希望全部落空 寻情的DNA没有与蔡志伟的父母DNA比重 就是说这个 当时这个信息 对我们所有的志愿者 还有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寻情的 志愿者来说 是挫折的感觉 好像有点不想找 怎么找这么长时间呢 好像有点想放弃的意思 一切的工作就在这样一个结果面前 被重新打回了起点 在寻情的十字路口 志愿者和蒋成浩都迷失了方向 把所有前面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推翻 所以我当时就想放下这个案例 让大家冷硬了 再仔细想想 我们该怎样从哪里找到通过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志愿者们继续启发蒋成浩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有力线索 他又给我们反映一下信息 他说我记得田鸡叫十磅 我们结婚要吹地搭 然后还要吹牛角吹 爷爷奶奶头上包那个生蓝色的头巾 甚至还记得鲁齿捕鱼 当时有个叫梁风傲的地儿 这个是爷爷奶奶家的 它是一个地名 人家称之爷爷奶奶住的地方 农景洞就是 城里到爷爷奶奶家的中间 的这段路上 而且他还提到一个关键说 他们在爷奶奶家 那个人贩子爷奶奶家 他们做饭是在火堂上 用个锅 把锅支起来架起来做饭的方式 江城浩所提到的爷爷奶奶家 就是他记忆中的人贩子的父母家 在那里他记得有大量的野生蜜猴桃 于是若林郎在网上开始查询 很快在重庆有阳发现了有关于野生蜜猴桃的报道 在重庆彭水秀山等地也查到了梁峰澳 杨家村等地名 但是在经过一番分析后 志愿者们认为重庆的可能性不大 由我当时排除就是说 那边没有船没有火车 不可能是那边 可能凭着一个常规习惯去判断的 于是志愿者们又把视线投入到了宜宾境内 在广县高县等十个曲线内继续寻找 此时参与到寻亲的志愿者已达百余人 眼看着寻找工作已经过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志愿者们依旧没有立出一条清晰的路线 也看了很多节目 很多人都找到了 他自己没找到的话 心里挺落魄的 好像就在那家门口打转 但是就找不到那个这家人的门在哪里 然后就没法敲开那扇门 就是这种的 因为他的线索太多了 很多孩子都没有他这么多线索 记忆中的路线 他吃过的东西 然后周边的环境 还有那个住的那家人的名字 他这些线索都能提供出来 但是就是找不到他的 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不可能找不到家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今天和明天的夜线节目呢 我们将为您讲述一个非常奇特的寻亲故事 这又是一宗通过宝贝回家 志愿者网站寻亲的这个个案 宝贝回家真的是一个桌有成效的民间寻亲机构 它是创立于2007年 然后到目前为止不到10年 他已经帮助就是光丢失孩子找回来的 已经有2000家 呃 还不包括就是他也帮助 比如说智障的成年人呀 走失的老人呀 他们也管找 目前他们手头正在找的超过2万宗 那这个宝贝回家不是一个正式单位 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人员 就是一群志愿者热心人自己主动到网上报名 比方说就是你和我 我们愿意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去帮人家寻亲 于是呢我们就到这个网站上去报名 说我可以当志愿者 谁家如果丢了孩子 或者是哪个年轻人想找父母 你把你记得的所有的细节和信息放到这个网站上 比如说我觉得好像是四川的 我记得我们那边说话的口音是这样这样的 我们门口好像有一条那样那样的河 然后就会有四川的志愿者出来说 哎我觉得我听说哪有哪就有一个那样的河 好像那边的口音就是这样的 那下周末不上班的时候 我去那边跑一趟打听打听 然后这一块的志愿者就会出动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在这个地区打听 最后没找着说没找着 然后可能网上就会有一个湖北的志愿者出来说 我们哪有哪的口音我觉得跟这个也有点相近 那边好像也有这样的河 要不然下周我到那边去找一找 于是又有一批湖北的人出发了可能就去找 这些志愿者之间互相不认识 他们只是在网上接力来帮人家寻亲 而且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不收费的 就是义务的帮忙 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间自助的组织 那如果谁家有亲人走失 除了报警比如说留下DNA之外 也别忘了把你们记得的知道的所有的细节和资料 放一份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 寻亲这件事情啊 如果你什么线索都不记得是很麻烦的 没法找 但如果你线索的细节过多也很麻烦 因为那时候你特别小 作为一个小孩 你很有可能把一些细节是给记混了的 然后你又给了人家这个细节 这完全有可能误导 让寻亲变得特别复杂 关于小蒋寻亲的事我们接着往下看 宰住林郎等人反复寻找线索又没有答案的这段时间 所有人都陷入到了焦虑中 甚至有人还怀疑蒋成浩记忆中的人民贩子 会不会就是他的亲生父母 然而这一结论却遭到了蒋成浩的否定 他给我提过信息说他躺在那个人的妈妈的怀里 然后搂着妈妈睡觉 所以我当时想我是人贩子 如果是人贩子家庭 这个妈妈会对你有这么好吗 而且我就问他那家有没有虐待过你 为什么把养了你两年还再把你又给卖了呢 他说那家人我没有虐待我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家的爷奶奶去城里还背着我去 翻山越岭背着我去城里面 在那个城里的那个人贩子家里面住过 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在若林郎以往接触的案例中 凡是在人贩子家生活过的孩子 几乎都有过被虐待的经历 而蒋成浩却唯独例外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 但转念一想 若林郎又觉得禁不住推敲 所以我们现在想天天哪有父母会把自己的骨肉给卖了 肯定不是 在漫长的寻找中 蒋成浩始终没有等来亲生父母的消息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若林郎也时常安慰着蒋成浩 关心着他的生活 随着彼此之间信任的加深 蒋成浩也向他讲述了来到养家以后的生活 在养家 蒋成浩被养父母视如己出 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受到的教育 他与家中的兄妹没有区别 他说那时候你来的时候 我也跟你爸爸说过 就是买来的好 怎么样的还是自己的想象 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待的 没有说看哪个不顺眼怎么样的都没有 在蒋成浩来到养家的第三年 养父母又生下一个儿子 但这依旧没有影响他们对于蒋成浩的疼爱 尽管蒋成浩能够感受到来自养父母的这份亲情 但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层回忆之不缺的隔阂 这样的经历注定让蒋成浩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 他一方面懂得养父母对自己的好 但另一方面又不知道该怎样融入到这个陌生的家庭中 我每次在家的时候 我姐姐他们都会在养父他身边可能会撒娇 会在他身边抱着他们 然后我想但是我不敢 人家的小孩子说话方面都比较随和 像我都说什么东西可能还要顾忌一下 虽然是父母但不是亲生的 就不敢做出太大的要求 随着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 蒋成浩发现他难以逃脱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内心 还有来自外界的力量 他们那边比较说外来人都说是外甥仔 就说人家听了还是挺伤心的 因为你不听得懂他们那句话 那个意思特别不想听 假如你去跟他们玩 而且他说你是哪里来的 你是人家买来的 心里听得特别的不舒服 人家都是亲生不如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自己又不清楚 然后我又说这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在外受了委屈的蒋成浩 也只能把一切深深的藏在心底 不选择与任何人诉说 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 才把这一切小心翼翼的翻出来 在孤独的夜里 伴随着时钟的低大声 默默地填食着自己的伤痛 那比如别想说你的伤 你有没有回去告诉你爸爸 没有 这个没有回去告诉我爸爸 只能是在晚上有时候想起 自己偷偷地哭一下 有时候半夜想起的时候心里很难过 还想找父母亲又不知道怎么找 在这样的光景下 蒋成浩度过了自己小学的时光 在这里他没有朋友 也从不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初一那年蒋成浩辍学了 但是上到初中以后就 怎么讲呢 自己又想找到亲生父母 然后各方面的原因 可能自己就有些懒惰了 就不想上学 就是讲亲父母 就是云长到你是要学的 是 但是养父母也有说 你书又不是不给你读 是你自己不读 到时候你以后 你不要怪父母说没有给你上学 成年之后的蒋成浩 在养父的帮助下做起了生意 几年间就有了起色 2010年蒋成浩结婚 现在他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你觉得这件事情 在你心里面一直大吗 挺大的 但只不过是现在 对所有事情都看得挺开的 没有说故意去 故意去让他做得很好 尽管蒋成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有些孤僻的孩子 但在他的生活轨迹中 依旧存留着对于故乡的思念 在听完蒋成浩的故事后 若林朗更加坚定了帮助蒋成浩 找回亲生父母的决心 与此同时 在2015年7月 天蓝蓝在查阅火车时刻信息时 发现了一条之前忽略到的线索 因为之前我们一直都 没把湖南和重庆 柳阳这边接壤这个地方 联系到一块 就认为那边没有火车 实际上柳阳那边 他们到 到淮华呀这些坐车是非常方便的 他就不到重庆这边来 虽然说他们那里没有火车 但是他可以到淮华那边去坐 然后这个也打开了我们的一个思路 然后柳阳呢 我当时就在想 他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出行的过程 符不符合孩子说的 说说就把那个相关的 根据孩子到那边是晚上的时间 然后倒推过去 他这地方他都要经过 比如说这里就是要经过湖南那边了 那么湖南就棘手这些 就跟柳阳秀山非常近 他就比较符合孩子说的那种情况 就有可能就是从这里出去 也有可能到广州去 根据重新梳理出来的火车线路 支援者们认为 当年蒋成浩来广东时极有可能是从重庆出发 而并非此前推测的宜兵 此时蒋成浩拐出地 变为重庆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因为这个巡警人他提到 他说他是当时被人带走的时候是到了一个火车 那个火车是一个很大的火车有两层楼 在九一年的时候有两层楼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把移民给排除了 因为移民只有一成果 这一次是远者们再次把目光 矩焦重庆 但此时他们已经再无新的线索可以查询 这一度也让洛林郎陷入了困境 当时在寻找的过程也非常犹豫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 我们如果能找到这些远犯者 我们又能怎样 我们还是找不到他的父母 因为他不记得他父母的名字 不记得家在哪地方 那时候你觉得他们找的 我有时候都自己嘴上说放弃不想找的 可是心里还是挺迫不及待 就在所有人感觉到一切无计可施时 洛林郎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为寻找工作带来了希望 我说你记得你的叫奶奶怎么叫吗 他说叫爸爸 啥 当时我一愣 我以为我的听力出了问题 我说你在从那边叫什么 他说叫爸爸 我说你把那两个字 用他那个同音字写给我一下 他在QQ上就说爸爸 然后我当时一听 有特色 当我把这个信息在重庆群里面询问的时候 真的几乎是一秒的时间 有一个志愿者就说 爸爸的发音是在重庆有样地区 当时我就确认 我说确认是吗 他说确认 我当时一听非常激动 我就说预感有戏了 就接下来就很多坚持说 没错 我们这地方 田地叫石棒 而且我们这里有那个土家族 他们烧饭的方式就是那样的 而且我们有洋秀山捧水就是小 小数民族地区 小数民族地区 所以老人家头上残的那种深蓝山的布 就在那个年代非常多 在得到这样的消息后 若林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查找蒋晨浩提到的记忆中的那座狼桥 仅仅一天之后 他就收到了一个来自重庆秀山的网友提供的信息 他说 在当地的确有一座这样的狼桥 在接下来与若林郎的沟通过程中 网友所提供的信息 很多都与蒋晨浩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 随即 志愿者们立刻联系到了重庆市公安局 有民警就实地去找 找这些地方 就发现在秀山这个地方 有那个小孩提到的那个名字的地方 所以就高度怀疑这个人 可能就是这个小孩提到的人范子 我们就想要帮这个小孩找到他的亲生妇女的话 这个人肯定就是一个工作的重点 必须要找到他 后来我们就跟那个社区干部一块去 去他家去找他找他这个人 但是没有找到 可能有四天还是五天吧 我们两个民警 白天就是分布的时间段 去找他 应该是在9月6号左右 我们去找他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有一个人感觉 也跟这个犯罪协计的这个图像 比较像 他在吃饭 年纪也比较相仿 所以说我们下去 寻找相关信息 结果发现 刚好是这个人 为了不打扫惊蛇 民警并没有直接询问 他管买孩子的前言后果 而是先对他的家庭情况 即引行了排查 特别是父亲上面有一个小孩 注销过上面写的是因病死亡 因为当初我们怀疑就是这个小孩啊 有可能是他从外地或者什么地方弄来的 在自己户口上面放了一段时间 然后是不是他卖了 然后把这个小孩的户口再注销了 所以就针对这个问题问他 他说他有四个孩子 因为他户口上我们查了一下 只有三个孩子 我们就一个一个问 当他说到他的第四个儿子的时候 结果他说 在大概八岁左右的时候 已经送人了 这个孩子的名字 就跟那个寻亲人 他小时候叫的那个名字一样 我们就感觉啊 这个犯罪嫌疑人嘛 有可能是这个寻亲人的亲生父亲 随后警方对嫌疑人的周边邻居进行了走访 大家都提到了 曾经有这样一个孩子的存在 此外 嫌疑人所交代送走孩子的时间 地点 交通工具等信息 都与蒋成浩所描述的信息 高度一致 在所有线索的重合下 警方为这位自称是蒋成浩父亲的男人进行了采写 此时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介绍一下到场嘉宾 媒体人黄飞绝博士 心理专家毕金仪女士 需要介绍的是 关于拐卖妇女儿童 我们国家的法律有新的修改 而且确实比以前力度大了 就从今年的11月1日开始实施刑法修正案第9条 就是所有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的刑期 比以前长 就以前比较轻 现在是普通的拐卖是5年到10年 然后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可以判到死刑的 这个以前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更重大的变化 其实是关于买方 买孩子和买妇女的 这个以前呢 我们的法律规定 买主也是犯法的 你是有刑事责任的 但是呢 只要你做到 第一你不虐待你买来的这个孩子和女人 第二警察去解救的时候 你不对抗 警察不破坏解救 就可以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那事实上他也不敢对抗 所以那个基本上也没怎么追究 但是现在的规定是所有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 一概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实行是真的要坐牢的 虽然三年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毕竟我觉得买孩子买媳妇的那些人 他不是那种职业犯罪者 他只是想买一孩子买一媳妇 不仅你让他人才两空 而且还告诉你真的要坐牢的时候 这个恐怕是对买方市场的一个相当大的压抑 所以我也想在这儿 谱一下法 告诉乡亲们 真的不能再买了 要是再买 这回就真坐牢了 然后说一说像小蒋这种情况 他算是被拐卖的孩子里面最幸运的那种 人贩子人贩子对他好 养父养母对他好 按说应该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 但是他还老说他不开心 毕老师为什么 首先孩子他对自己吃什么零食 玩什么样的玩具 家里的条件有多优惑 我根本不在意 不在意吗 他在意的是什么 其实他说的很清楚 就是他说我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这个不是我的家 所以我跟我的养父母在提要求的时候 我都不敢说 家里面其他的孩子是可以撒娇的 但是我也想撒可说我不敢 就是一切都听上去那么的不明正言顺 而且他说他 小片里面说好像他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僻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依然孤僻 他在说到过往的那些心酸事的时候 他那个非常苦涩的那种微笑 其实你能感觉到他从没快乐过 就是我刚才听他说 他说家里别的孩子对爹妈说话都很随便 但是我是不敢随便的 我当时心里就想他们对你挺好的 你就随便呗又怎样 你干嘛自己那么介意 然后他说别的小孩关我叫外甥仔 特别难过 我心想外甥仔就外甥仔 外甥仔又不是骂人的话 要是别人管我叫外甥仔 我才不介意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之所以不介意这些是因为我们是亲生的 所以我们心里很安全 活得很笃定 我们没那么小心眼 他就是因为他不是亲生的 所以他好像总是很介意 我们在建立自我认同的时候 我们用我的根在哪里 我从哪里来的这件事来确定 有一个课题 于是我这个主体在这里我才存在 那当那个课题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很难定义自己 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人的基础安全感是缺失的 缺失了之后长大了他的 对不起 就是在这个基础的安全感的中心点 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根基在哪里 而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就像是在中心点那个地方 有一个深不见底的会动 就算是他未必老想 我亲生父母在哪 但是他一辈子的个性都可能会跟缺乏安全感 比如说胆小派事 什么都建议什么的 相关最基础的安全感对破坏 黄老师怎么看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拐卖的这个限制生活的实际情况 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复杂很多很多 并不是所有的拐卖的行为当中都存在着犯罪 特别是经济利益 还有儿童孽端这些情况 有一些当中的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 有一些我们以前这个抱养的需求特别高 而抱养的这个环境又特别复杂 那么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一定实际意义上的法律意义上的拐卖 但是性质和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又不太一样 那么发生的时候的情况是复杂的 但是我们回头去追找这些孩子已经他进入我们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把他想的简单化了 所以在追查的过程当中往往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案 本案当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叫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意义啊 就是以后再找这个孩子的时候 不是应该像那么以前那么简单 嗯事实上还有很多的疑点他能找得到吗 如果找得到他怎么碰见了那么奇怪的人贩子呀 人贩子一家对他好成那一样 人贩子拉着他的手说孩子永远别忘了你是哪儿哪儿的人 这人犯的疯了吧哪能这样说呀 所以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明天接着聊 咱们明天接着聊 至于是 那就是 我的声音 不是 没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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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